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0年的8月6号 现在抖音在美国是抖不起来了,现在被美国吓得是瑟瑟发抖 美国为什么要禁止抖音呢?当然美国怀疑是抖音把美国人的个人数据提供给中共 但这是一方面,大家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美国的6月20号的时候 美国总统川普在塔尔萨举行一个造势集会,首产造势集会 当时呢,就是左派分子就通过抖音,他们联系在网络上订票 那么出现了百万人抢票的这种假现,还出现了十个人抢一张票 就是故意霸占这些座位,然后呢,他们不去参加这次集会 造成让这个很多左派的媒体呢,觉得川普这次集会没有多少人来 那么大时报道抹黑川普,当时这个会场呢,也就是一万九千人 但是很多座位是空的,就是空的呢,就给川普造成这种假现 觉得这个没有多少人支持川普 其实这种事情啊,就是咱们中国人一看就明白 这种事情就是中共干的下三浪手段 因为咱们中国人啊,被中共这个教育的这个就是道德吧 咱们上期节目也提到了,就是不自觉的 咱们不是说中国人不好,就是在中共那个体制下 你像咱们坐地铁啊,两个中国人坐地铁,三个中国人坐地铁 因为这两个地铁呢,他这个座位是连着的嘛 那么这个人跑过去以后,把座位啊,抢先坐到两个座位的中间 那么别人老外去的时候,因为你站了两个位置嘛 他就不好意思再坐下来,等他的这个同伴或者他的朋友赶到的时候 在一起坐,就故意一屁股坐在两个位置上 这种现象其实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能看到 我们中国人就一看,这种潜座位不去的 也就是中共能干得出来,一般人是干不了这些事情的 所以这里呢,是有中共的鬼影 中共跟这个左派合作来这个打击川普 想让川普下台,那么这是一件事情 今天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推友发了一个贴 那么虽然这个消息呢,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 因为谣言啊,在中国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这个推特的内容是说,据传总参恶部真派腾讯的人 利用蒋身份到中共休斯顿领事馆分析这个抖音后台的数据 来帮助这个美国这个黑人命贵和这个安迪法这个暴力运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推特上是说啊 就是他分析这个后台数据嘛 把这个安迪法他们这些暴力的这个视频呢 集会啊,这些内容发到有暴力倾限的这个黑人 因为他从后台这个数据就能分析出来 这个人是不是有暴力倾限 他用这个后台数据发给这些黑人区域 这些有暴力倾限的黑人 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在背后捣鬼 呃,当时呢,这个FBI啊 他,他们不知道这些黑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呃,后来就说有这个中共休斯顿的领事馆的人员投诚美国 那么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谈到过了 就是有人,中领馆的有人投诚美国 把这些信息数据投,这个给了美国 那么当时我们说这个美国为什么关闭中共休斯顿领事馆 但是我们分析呢,很有可能就是中共参与了这个黑命贵和这个安迪化的这个活动 那么当时就是有媒体拍到中共的指使这些留学生 这个特务留学生啊,去现场打砸钱 然后出现这个中文叫喊,赶快走,赶快走 那么这个推文呢,虽然没有得到证实 那么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 因为大家知道,你只有按中共的话讲 就是中共其实参与了美国的干涉美国内政 按中共的话讲 其实中共想这个驻这个美国的左派 把这个川普赶下去 那么这个推文我觉得很真实啊 咱们因为你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看 以前这个中共的特务也很多 在美国到处都是 那么这次为什么美国要下狠手 要关闭中共休斯顿领事馆和这个禁止抖音微信 那么这个就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了 你直接就是跟川普干了 那川普他能饶得了中共吗 我猜测是这个原因啊 美国禁止抖音很可能 就算微软现在插手要买这个抖音 我估计也不会成功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的话 这个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也绝对不会让微软去购买这个抖音 咱们再来谈一下刁盘侠胡锡进 最近中共的扔出这个盘啊很刁砖 刁盘侠胡锡进的都不好下嘴 昨天我看了一个推文呢 说刁盘侠胡锡进啊 发推文说 中共有40名记者在美国这个签证到期了 目前的是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复 是续签还是拒绝 这个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6号 那么也就是我做节目现在这个时间 我呢还没有看到这个美国做出决定 到底是给中共这些记者签证呢 还是不给他们 我猜测是够欠了 今天已经是8月6号了 胡锡进呢在这个推特上威胁说 如果说美国不给这些记者签证的话 中美之间的媒体上升级的话 明摆着后悔的是谁 我猜这个刁盘侠胡锡进呢 这个刁盘是肯定是刁杂了 习近平现在在北戴河会议开会 那么有消息这个传出呢 习近平已经服软了 那么刁盘侠现在还这么干 习近平心里想 这个刁盘侠竟给我找麻烦 还不如当初我把他带到北戴河 放狗咬这些姜蛤蟆跟这个螃蟹 就不用他在这给我找麻烦 回去的时候我一定把他这个狗牙给拔掉 现在他想跟中美之间搞好关系嘛 我今天看到报道说 崔天凯这个美 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已经放软了 要想跟美国之间就是搞好关系 这矛盾不要再升级 那估计这个刁盘侠这次是刁不准了 回来可能就是习近平得收拾他的啊 这个可能把他这个狗牙给拔掉了 咱们再来谈一下欧洲的瑞士 瑞士银行的是世界有名 它呢是属于中立国 也就是说从一战二战到现在 瑞士都是中立国 所以呢有许多人呢 把这个钱都存到瑞士 世界上的这些富翁啊 哪怕是独裁国家 他们这些很多钱都存到瑞士 中共的许多贪官的钱 也存到瑞士 那么因为瑞士是中立国嘛 他们觉得这个瑞士可能是比较安全 这次呢瑞士他是有这个有点靠靠拢美国了 那么中共就麻烦了 呃我看到一个报道啊 是这个瑞士的外交部部长接受瑞士当地的一个媒体的采访 他说中共正在背离开放之路 如果中共在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呢 西方世界可能会做出反应 在谈到北京前推国安法的时候 这位部长说 呃在香港呢有许多瑞士的企业 中共如果说摒弃 呃一国两制的原则 那么瑞士将做出反应 瑞士又战胜中共的法宝 就是瑞士银行 大家知道瑞士银行呢 是中共的很多贪官啊 存了很多这个贪款 贪污来的钱呢存在瑞士银行 如果说瑞士银行跟美国合作的话 大家想想那绝对是打了中共的要害了 大家知道中共这些高层啊 他们贪的这些钱不是在瑞士 就是在美国在西方社会 如果说瑞士跟这个美国合作的话 那中共整个都是吓死了 那就是打了中共的要害了 大家想想瑞士一个中立国 从一战二战到现在都是中立国的 他在这个时候投告美国 当时希特勒那么无而不作 嚣张跋扈的时候 瑞士都是处于中立的 在这个时候瑞士投线美国 大家想想 瑞士靠拢美国 大家想想那中共不比希特勒要坏得多吗 如果说今天咱们谈了 如果说瑞士跟美国合作的话 那接下来中共垮台的日子真的就不远了 中共的内斗啊绝对是你死我活 因为那个汤来的钱啊 这个中共在中共这些官员在中共做裸官 为的就是什么 为的就是他的钱逃到西方社会 享受他们的生活 给他们子女 汤污来的钱给他们子女 如果说这些钱全部冻结的话 那他们这个能不跟习近平拼了吗 所以说中共是恶势作绝 倒行逆施 一个坚持了几百年的中立国 能在这个时候靠拢美国 制裁中共 那你想中共到底有多坏 它真的是坏得流油 今天啊 咱们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